在全球数码化时代 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现代技术的支柱 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 随着印度Eros投资集团宣布 将投资大约43亿3000万利级 设立我国首个包括人工智能 影城在内的人工智能园区 这是否证明我国已经展示 吸引数字行业投资的能力呢 早新闻的线上请来了 ACMO控股集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 陈叶强为您解说 叶强早上好 叶强你本身如何看待这项投资 能否请你梳理一下 这一项投资能够为我国带来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认为这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是对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大推动 在我看来这项投资不仅代表着 致病的注入 更重要的是它将为马来西亚带来世界 鉴定的AI和影视制作工艺 对于我们将有机会站在全球科技和数字化产业的前端 特别是在一个人工智能和影视娱乐产业方面 首先我觉得这个投资表明了 马来西亚在全球数字化专业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EROS它选择在马来西亚设立人工智能园区 这说明我们的这个投资环境得到了国际资本 近年来我们的政府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Digital Economist 它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资和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 这使得马来西亚成为全球投资的眼中的一个理想目的地 此外这个人工智能 这是在一个影城的建立 它将极大推动马来西亚影视产业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影视产业不仅仅是文化传播了一个重要管道 它更是一个涉及很大一个value chain 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经济领域 从前期的特化与制作到后期的这个剪辑与特效 再到最终的发行与推广 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这个高科技的支持 有了这个AI将使得这些环节更加的高效还有自然化 从而提升整体行业的竞争力 在我看来从长期来看 这项投资将带来多方面的经济效益 首先它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AI和创业领域 我们政府预计在5年内 它可以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 第二人工智能的设立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 前来投资和合作 形成一个以AI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最后这项投资也展示了 我们马来西亚在吸引全球数字行业投资方面的一个 强大能力 我们国家在地理位置 还有政策支持等等方面的优势 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并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未来随着更多类似的投资的涌入 马来西亚有机会成为全球狮子滑烂潮中的 一个重要的一员 在国际舞台上有一个议题之位 好这绝对是好消息 那一强我们也知道说亚马逊云端事业部门日前也宣布了 将会在我国启动该公司在亚太区域的基础设施 计划在2038年之前投资大约是292亿令吉 按照您的观察 我国是否已经准备好迈向数码经济时代了呢 而政府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才能够抓住数字化转型的这个宝贵机会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亚马逊的决定 是对我国数字经济前景的高度认可 这个cloud computing云计算在担心的这个数字经济 是一个infrastructure一个基石 它不仅为各种规模企业 提供了一个高效安全的一个数字处理能力 也为这个创新startup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因此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投资 它不仅将提升我们马来西亚 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更加为本地的企业发展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首先这个cloud computing的一个建设 将极大的提升我国的数字化水平 随着这个全球数字化进程的一个加快 企业对这个cloud computing的需求乐意增长 AWS就是亚马逊在马来西亚这个投资 将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快更可靠的云 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这个全球的竞争 此外这也将为这个startup初创企业 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 获取一个高质量的云计算资源 就是low defency 从而批发更多的创新 难而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进展 但是要全面迈向这个数字经济时代 我们仍然面对一些挑战 首先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数字人才的培养 所以是低速的快速发展 市场对于这个高数字的数字人才的需求 不断增加 然而我们马来西亚在数字人才的这个supply 这个供给仍然不足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 我觉得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例如加强与这个教育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推出更多针对这个digital skills 就是数字技能的一个培训项目 甚至通过吸引国际人才来填补一些空白 只有拥有这个足够的高数字人才 我们马来西亚才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 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 此外政府还需要在这个政策 就policy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个digital economy的发展 它离不开这个一个好的政策环境 这包括这个数据隐私保护 Cyber Security AI Policy 以及对这个startup的一个税收优惠等 这些政策将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和有利的发展环境 使他们能够更加好应对这个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 总结来说 我觉得马来西亚已经在迈向这个数字经济时代中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进展 特别是吸引了像亚马逊 除此之外还有微软和谷歌 这样的全球巨头来码投资 这表明了我们具备迎接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 很好的基本条件 难得要真正抓住这个万幸的life 就是历史的机遇 我们仍需要通过各界在各方面 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我相信马来西亚将在未来的 全球数字经济可授中 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非常期待 也谢谢益强 今天早上给早新闻做的精辟分析 谢谢你 谢谢微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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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